中超在7月25号终于确定要开赛了 从1月底官宣推迟开赛 再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的时间 关于中超和中国足球又发生了哪些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 外援不见了 1月31号 马德利竞技官方宣布 大连人外援卡拉斯科正式租界加盟 而且在前两天客场一八赛的比赛当中 他还制造了两立点球 状态着实不错 2月1号 上海生花与曼联又共同官宣 1号洛也租界加盟了红魔 并且双方又确定了续组 目前1号洛邦曼联在联赛以及足总盃上面都有进球 看来中超大牌球星回到欧洲豪门已经是常态 不过这里还要补充一下个人观点 那就是中超转会向外输出的资金链和经纪人盈利模式 也运转顺畅了 毕竟金元足球 没有相互的利益又怎么会有输出呢 第二条 恒大三大功勋一对 2月3日 深花宣布冯小婷增成正式加盟 2月24日 高林则加盟了深圳足球 我们来看看高林在脱离了恒大外援的支持 还能不能多多进球 接下来看第三条 规划外援逐步进入国足 2月12日 恒大亚冠名单确认费尔南多正式规划成功 之后国足集训名单 洛国父首次进入国足 成为国足第二位无血统的规划球员 阿兰也一度进入了离铁的考察范围 之后他又转回到了国安 有部分球迷认为 如果全是规划在场上拼 那还有啥意思 那我就反问一下了 如果全是规划 您觉得有可能吗 再说看了这么多年纯种的国足 你就不看非正统血统的足球比赛了吗 我们看第四条 深圳足球买买买 2月24日深圳足球官宣 高林 王永破 陪帅 郑达伦 等众多球员加盟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据悉深圳足球还会官宣一大批人 6条有来就有去 老将们也开始纷纷的退役 毛建青 吕征 陈涛 周海斌 都在3月至6月时间宣布退役 第六条 鲁能官方确证 菲莱尼亚已经康复了 从3月22日被确诊感染 到4月14日确诊康复 中国的医疗水平啊 棒棒的 这第七条的这个球员呢 就是有点 余汉超 大家都知道4月14日 当街土凯车牌 行政拘留15天 很快还被恒大开除了 到目前为止 余汉超下家不明 第八条 天津天海官方宣布解散 5月12号正式退出中超联赛 旗帜的亚冠参赛队啊 一度拥有帕托 莫德斯特 维特塞尔 哎呀 就这么不见了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中超目前还有30多名球员 因为各种原因呢 没法返回到队内 特别是重庆队 5个外援 一个都没有回来 想想看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这还能保级吗 这球 还能踢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了 欢迎关注 祝中超顺顺利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